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不忍氣 好可怕的婆婆 坐月子期間訪客多 全部在家不得安寧 在坐月子的時候 其實都是蓬頭勾麵 長輩的朋友來的話 不出去招呼又不好意思 以後還沒有刷牙系列 又要準備反吶 她的潛意識就是不喜歡婆婆 所以婆婆的朋友他們不喜歡 真的嗎 沒有 像我朋友的婆婆 就說妳坐月子的時候 妳都不要鎖門 這樣子我才能隨時去幫妳 就有一次她在擠奶的時候 婆婆帶著客人 就闖進她的房間 對啊 這個婆婆搞不好也收門票 不是啦 那都是女生的關係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基本上女人一輩子 總是會等到這一天 對 就當媽媽 對 當了媽媽 然後當媽媽之後 漸漸…就會變婆婆 可是我們剛剛在討論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女人只要一變婆婆之後 她就會變成另一種人 她做很多事情的方式 就不一樣了 這個叫遺傳 婆婆很多經驗來自於媽媽 她的媽媽 媽媽很多的經驗來自於祖母 戴戴相閑 所以她這一個 當女人面對到坐月子的時候 月子沒坐好 我跟你講 身體整個垮掉 今天好好來討論一下好不好 是的 月子到底要給誰坐呢 我們讓兩個來PK一下 有四位婆婆 祺媽 祺媽 姿佑姐 我們是給婆婆坐月子 而不是我們是婆婆 妳是認為應該要 妳覺得應該要 姿佑姐的臉就很像婆婆啊 真的 而且是壞婆婆 人家最近變美了 崔佩儀姐姐 來… 我是媽媽幫我坐月子 再來布蘭妮 布蘭妮是自己坐月子 真的 這麼厲害 真的 我生三個 三天回家我都自己坐月子 祺祺坐月子是妳 其實都是我坐的 都妳坐的 兩胎 兩個 到了第三胎 她坐月子菜都妳吃掉是不是 怎麼這樣 第三胎就給我要求說 她要去月子中心 怎麼突然 可能對我不滿意吧 可是妳真的不滿意的是 你們家媳婦啊 我們家媳婦 我是滿心其他幫她坐月子 結果我把兩個小的丟給人家 拿個行李 又拿1萬塊的魚喔 然後就去接她 然後我兒子就是臉色不好 看起來 媽 我太太 我媳婦已經決定 他們要去月子中心 好痛喔 這傷了妳的心了嘛 我都買好了 所以為什麼要去月子中心 月子中心很貴 又不會像媽媽這樣很細心的 妳該不會是想賺這條錢 對啊 應該有這個打算喔 其實媽媽最近打麻將輸很多 妳氣到現在這麼氣啊 是很失落 很淒涼 說還沒有看到孫子 都淒涼耶 到現在 到現在還沒有去看孫子耶 媽媽那個感覺真的很淒涼 妳就說那妳回去 熱臉貼了她的冷屁股啦 到現在我才發現說 坐月子是要先預約的 對 是琪琪要去第三胎 她求我 她去坐月子 求妳 真的 我就不準 不要再說她坐月子了 不但要事先預約 還要很早預約 對啊 對 如果懷孕就要去排隊 而且還要先訂咧 給琪媽坐月子是有多恐怖 琪琪她第三胎求妳 而且要求妳了 我覺得不一定是給琪媽 我覺得只要是給婆婆我覺得 因為我不准她洗頭洗澡 你看 壓力很大耶 妳要買乾洗劑就好了 然後局部沖一沖 局部沖一沖 我媽媽還是這樣教我 現在年代不一樣了 你看給婆婆坐月子 就會要遵循很多古法 可是坐月子中心喔 現在設備都不一樣了 Licky有去過 我是最後一胎才去坐月子中心 第四 對 因為我覺得小孩生太多了 你知道我怕前面小孩 就會影響到我坐月子 所以我需要一個安靜的地方 所以我 真的 為了是度假的 因為一事成主顧啊 坐月子中心有小鮮肉 不是 所以想再生 但是去都不知道 太舒服了 主要是為什麼 坐月子中心妳沒有壓力 妳根本就是太上皇 妳出錢的人 沒錯 對 沒錯 而且我們可以好好休息 對 婆婆才是太上皇 月子中心一天吃午餐耶 對 因為每天都別的鮮大鴨肉 可是妳們覺得坐月子中心很好 可是我去我都覺得 好冷冷清清 沒什麼感情 不會耶 不會 因為她的菜是用那個餐盤那種 跟我們家裡不一樣 妳吃起來也好有溫暖喔 沒有在家的感覺 對啊 沒有在家的感覺 我們就沒有想要在家的感覺 對啊 因為妳生桌 我們就想要去住飯店的感覺 對 沒錯 Ivy也是兩胎都坐月子 沒有 我第一胎是給婆婆坐 後來第二胎我就去月子中心 因為我深深覺得 還是要去月子中心 才能得到休息 真的 對 妳要很多不方便的事情 妳要婆婆 拜託可以幫忙我怎麼樣 對 如果 對婆婆比較不好看 妳現在看妳半夜 如果妳二路留著滿床單說 媽 妳幫我換床單 妳幫我洗嗎 妳媽媽就可以 媽媽就可以 現在會有婆媳的問題 因為我可能很快要對 可是妳也可以很親啊 但是我覺得互相把心潔講出來 我想媽媽我要幹嘛 我如果不舒服的時候 妳可不可以幫個忙 婆婆如果像我要幫我媳婦坐月子 我就會 絕對可能 我以為妳要衝很老在一邊 可是真的 幫女兒跟幫媳婦還是有不一樣 不然妳 妳相信 我一次 媳婦不讓婆婆吧 不要說不一樣 真的不好意思 半夜 半夜我們在月子中心都還叫得到人 半夜不好意思叫婆婆 等一下… 妳們是都沒有老公是不是 對啦 老公都在幹嘛 有小孩老公耶 叫老公去找老公 老公就跟郵差一樣 就這個送到裡面就不錯 然後他就沒什麼 對 然後他只有送原料 後面都不管了 其實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就是 喜歡給自己的媽媽坐月子 對 自己媽媽 怎麼樣 自己媽媽跟她回家一樣 我是在月子中心坐 我是用我身體很差說服我婆婆 我就說我之前就有胃潰瘍 又或者是很常生病 人家不是說如果月子坐得好 整個身體就會變得很健康嗎 對 體質會改變什麼的 對 所以我就成功說服她 讓我去月子中心坐月子 她還不錯 她用說服的 我是最後一刻才知道 怎麼樣 最後一刻 她還在氣最後一刻才知道啦 好恐怖喔 依依依製作了兩次 我兩胎我都在月子中心 而且住得很開心耶 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自己有很深的體驗 就是我在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我婆婆就問了我一句話 她就問我說 依依 我跟妳說妳想要吃什麼 媽咪都煮給妳吃 她其實如果不問這句話 我還沒有特別覺得說 我一定要去月子中心 可是她這樣一問 對 為什麼 菁姐姐在笑什麼 依依妳這樣沒吃嗎 不是…啦 我不會看電視 我不會看電視 不是 是因為我突然覺得說 我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真的想吃什麼 我還真不好意思跟她講耶 怎麼開口 婆婆會講這句話 她表示她真的很愛妳很疼 對 她對我很好 她算有心的 對 我不會很有心 可是我越這樣 我會覺得說越不好意思 對 維持好的形象 對 可是妳不要想太多 妳所有月子的時候可以這樣 對啊 妳以為之後都會這樣 是因為她的親孫 沒有 第一就是媽媽以後 都一直要求婆婆 前面聊了這個坐月子 是給婆婆來坐月子 還是給這個坐月子中心坐月子 這個時候起很大 你們家也有這個問題 不要騙人家 這個肯定都是大問題 直接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讓婆婆幫妳坐月子 各種狀況都給月子中心處理 回家後媽媽什麼都不會 會 真的 只有姐… 因為我說實在話 因為妳在坐月子中心 小孩有人幫妳顧 妳一有什麼事情 就趕快問護士 對不對 然後小孩晚上哭鬧 他們就帶去幫妳處理 然後妳就好好睡覺 妳是不是所有的問題 妳回到家之後 她所有的問題還是會出現 對 這些問題只是順延之後發生而已 我就覺得月子中心 第一個我要離開家裡 然後我老公要每天上班 要跑到月子中心 然後媽媽想要進來看孩子 就帶孩子 又可以抱 對 又可以看 對 妳知道媽媽 是 知道媽媽 我在月子中心 我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就是不想讓長輩 太早抱小孩 為什麼 因為她抱著都不會抱 對 她有傳染病的 而且… 長輩有傳染病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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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今天也許我今天長輩 就突然說 她有個朋友要來家裡 妳不好意思不讓她抱 對啊 然後今天什麼親戚又來 妳不會說妳趕快消毒一下 妳是現在長嗎 沒有 要摸一下 親客大耶 可是妳知道怎麼有 之前那個美國的就是啊 就有小朋友的 因為他們是先有後婚 小朋友還是Baby的時候 爸媽結婚 辦婚禮 結果Baby就兩天之後 婚禮兩天之後就走了 因為客人親他 結果細菌從他的臉頰 跑到他的嘴巴 然後吃進去 整個引發衰竭 因為嬰兒的抵抗力太弱了 對 現在坐月子中心都保護得很好 而且現在位教 現在坐月子中心的位教非常的好 他會教妳 教導妳 妳空閒的時間 他就教妳說妳要怎麼顧小孩 小孩應該怎麼機躁 怎麼照顧 對 然後如果遇到兔奶什麼狀況 我生三個小孩 妳說我的經驗不夠嗎 妳不讓我帶嗎 因為她生四個 妳生四個 妳的小孩有我大嗎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妳一個月之後妳小孩已經在月子中心 習慣了那種環境 妳回到家妳會更痛苦 對 又重來 可是我反而輕鬆 為什麼 因為坐月子中心 在前一個禮拜就幫我小孩培訓 不喝夜奶這件事 對 很重要 可是我回家的時候非常輕鬆 小孩就已經睡過夜了 可是我看到的月子中心 是我到我好朋友那邊要戴口罩 然後隔一個玻璃 看到那個小孩 不能看 然後她就是在一個那個機器上面 就這樣搖啊 電動車 我就想這樣子從小這樣搖好嗎 一個護士小姐看好幾個 就會玩一些比較刺激的遊戲 但是以新手媽媽來說 確實有很多東西不會 剛剛講到洗澡的部分 但是像餵母乳這種東西 真的 時間前後的問題都還是媽媽要來的 時代的部份量 這個真的有代溝 來 依依 怎麼餵母乳 我餵母乳的時候 其實都會需要有那個護理師 來幫妳按摩胸部什麼的 對 可是如果妳在家裡 妳好意思讓婆婆幫妳揉胸部嗎 對 護理師幫忙吃奶 其實妳在家裡老公能幫忙嗎 老公… 沒有 那個真的自己按不下去 因為真的太痛了 對 手法不行 那個手法不一樣的 對 而且她那個護理師會知道 怎麼樣幫妳把奶擠出來 對 沒錯 塞住了 對啊 小朋友一抱來 一吸就… 沒有… 沒有 還不會骰 說這個我就有氣 好 來… 你們現在年輕人是怎樣 我生兩個也不要讓人家按過 要自己擠… 以後 因為我有受過這專業的訓練 好不好 妳跟妳按摩訓練是不是 好可怕 保證讓妳痛 妳真的很奇怪耶 要不然妳們都女人 妳要叫我聊什麼 這種錢妳也想賺嗎 不用賺妳 這是純粹為個人興趣 太奇怪了 寶寶有適應的問題嗎 醫生是跟我說沒有耶 真的嗎 但是老人家通常都不能接受這個 醫生都說他六個月之前 其實是只會認媽媽的心跳 因為他看不到 所以他認味道的話 是最常抱臉那個人的味道 所以不急著要讓寶寶認識妳 反正回去有一輩子的時間 就是把月子做好比較重要 對… Ivy…妳覺得 像我第二個小朋友 是在月子中心 我就覺得 因為可能很多人抱 然後很多人接觸 而且他們不會像媽媽一樣 一哭馬上 立馬就是一定要手刀抱小孩 所以我第二個小孩真的很好帶 跟第一個到現在個性 我都覺得有差 沒有 沒有啊 貝克宇也是 我從小就是他哭我就抱 他就有看到媽媽 然後他 妳看貝克宇現在擠 他願意… 對 我覺得很好就是親子關係 從小就在 我覺得是感覺是非常好 對啦 而且我真的覺得 回到家裡小孩 因為有爸爸 你們真的都忘記有爸爸這件事 你知道有多少爸爸 坐月子中心回去之後 夫妻就吵架 因為小孩晚上會起來啊 對 然後爸爸就講說 你為什麼他一直哭 你為什麼弄不乖 我明天要上班 然後就會起爭執 因為兩個都會變睡不好 其實就會有這些問題 讓爸爸參與 小孩子 洗澡軟趴趴的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幸福的事 對 因為他有參與感 然後讓他知道他當爸爸了 很多事情他必須要負責任 千佑姐的脾氣 已經快要上來囉 有情緒耶 對啊 就差一點點 當媽的都覺得月子中心太貴了 真的 妳家我一碗五千塊 我真的睡不著 妳怎麼會考慮錢的問題 對啊 都要騎馬車都一千五 現在 月子中心到底是多少錢 Ivan 我那時候有客廳的房間是比較貴 但是我覺得真的舒適度 而且你想想看 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貧困 如果月子沒有做好 而且很多人只剩一胎 你調整體質 你只有一次的機會 八千要住多久 沒有 有些人可以住個二十天 醫院住不一定要到一個月 二十萬 對啊 那你二十萬換你媳婦一輩子健康 還是你要一個病厭厭的媳婦 妳二十萬塊妳可以買多少補品 你知道嗎 我二十萬我如果給我請兩個阿姨 然後我還有買一些補品 對啊 對 根本都夠了 而且我還可以陪我媽媽 現在的坐月子中心已經很完善了 妳還可以媽媽去做SPA 或者是媽媽去裡面上課 那什麼頭皮按摩 對 可以沉默與河 江濟鎖 妳們這些媽在家就在大 沒有 妳就是要享受 妳在那邊的坐月子中心 妳很安靜 小小孩很苦耶 妳今天小小孩那麼辛苦了 還不能好喝 好啊… 不行啊 好… 新的一代 這個真是有代溝的對不對 就妳們跟妳們的爸爸媽媽那一代 也一樣有代溝嘛 當然啦 一定會有 來… 為什麼不要讓婆婆讓她的月子呢 婆媳朝夕相處問題多 受委屈只能莫買認證 月子中心天堂般的待遇 臉舞中線都無法抵抗 剛生完的時候我會覺得很憂鬱 小孩一推來 我就大哭了 我就立刻打電話給那個 月子中心的人 不行 月子中心的人 我腦袋可以哭 馬上說錯了 他們就會上來排解妳的情緒 可是如果在家的話 婆婆一定會說 妳怎麼可以這樣 這些每個女人都會 對… 加很多課讓妳上耶 瑜伽也可以在那裡 對 還可以割雙軟皮抽紙的 那妳月子中心出來 已經好了 媽媽 妳玩 我也想去做個月子 妳要出來都榮光幻想 是 為什麼不要讓婆婆讓妳帶 婆媳朝夕相處問題多 受委屈只能默默忍受 她已經在生完小孩 很多人生完小孩是有產後憂鬱症 對 很煩躁 要面對如果是有陌生人 沒有感情 她反而情緒好控制 她也可以發一點脾氣 無所謂 妳們這怎麼那這樣 OK 如果這是婆婆 妳又不能對她發飆 然後又心裡面委屈 往內衡了 就來胸了 抑鬱 這個就會內傷了 來…Ivy 我就是兩胎就是我比較過 真的差很多 這樣撲撲煮的東西 妳就只能覺得妳不想吃 不好吃 或者是妳想要減肥 妳不好意思 妳又偷偷倒掉 妳這樣覺得好嗎 其實我也覺得很脫色 那就沒有辦法 真的就是那時候可能真的 就是不想要吃米酒很重的味道 然後妳半夜小朋友哭 根本母乳沒有健康 給妳吃 妳不吃 可是我聽說 我聽說媽媽情緒不好 我媽呢 我聽說媽媽情緒不好 那個奶根不會有一樣 對… 可是我覺得在月子中心 冷冷清清就會胡思亂想 我以後小孩子在那裡 一點都不冷清 對 溫暖的 用力的空間很多 我還在卡路地平的房 家裡沒溫暖啦 可是我覺得妳在月子中心 妳回去還是要面對妳 朝夕相處的問題 你看婆婆為什麼不在 妳在做月子的時候 但是她那個時候身體已經好啦 沒有 所以啊 將心比心 但是身體好啦 她有力氣再去跟婆婆 如果身體好 我心地又善良 我對我的媳婦一定很好 但是不是… 不是每個婆婆都心地善良 妳為什麼要把婆婆 想成是惡婆娘呢 沒有…不是婆婆惡婆娘 而是說我們有一些觀念 還有一些就是 而真的是不好意思開開 那就是妳說 對啦 我覺得那是妳不好意思講 其實妳真的在家裡坐月子 小孩在那邊哭 妳真的…不起來看一下 那個婆婆真的會講話耶 說這個當媽的 怎麼都不起來看 可是如果妳在月子中心 妳真的就是可以安心的 反正如果真的很累 我想休息一下 好好睡覺 對 好好睡覺 是最好的補品 等一下…妳還是可以睡妳的 那老公抱 婆婆抱就給妳 老公沒有… 可是如果妳真的躺在那邊 妳真的都不起來一下下 真的好像人家也會講點話 對 而且遇到婆婆年紀也比較大的時候 妳真的不好意思麻煩她 對 奇怪 他們可以不看到小孩 像我那個時候 SARS那一年是SARS 然後我是婆婦 然後我兒子在那個產房裡 就是那個 嬰兒房 我才幾個 清醒以後我要看我的小孩 他們說不行SARS 所以不可以 我是頭等的 可是還是不能送來 我就一直很生氣 我就戴著尿袋 坐著輪椅就下去看我兒子 想說你們如果要不看到兒子 沒有啊 這可以隨時的 你可以隨時把小孩都送來 而且妳真的是 小孩都跟我們一起睡的 除非我真的今天很累 我跟她說那妳幫我看一下 我這一段時間我想要好好休息 聽起來 我聽起來是月子中心 媽媽好調配 對 對 妳一通電話馬上小孩就接走了 妳那個時候是因為 剛好有SARS的狀態 對 對不對 妳看了萬一有傳染或幹嘛 對啊 誰能負責 所以這一個部分 妳在家裡妳要睡覺 婆婆或媽媽在家 妳都婆婆幫妳做了 就叫婆婆幫妳看一下 媽媽看妳看一下 什麼關係 孩子交給婆婆抱在手裡 妳為什麼不能坐回車 會有壓力 對… 會有壓力 子玄對不對 對 會有壓力 為什麼不好意思 妳會有委屈默默承受嗎 我是剛生完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憂鬱 而且小孩一推來 第三天我就大哭了 就害怕到不知所措 我就立刻打電話給那個 月子中心營人 不是 月子中心營人 馬上送走 他們就會上來 他們就會上來排解妳的情緒 就叫妳哭吧 這很正常 對 可是如果在家的話 婆婆一定會說 妳怎麼可以這樣 這是每個女人都對 對… 對… 而且我要講 我跟子媗其實是同期的 我們兩個還住同一家月子中心 我們真的三不五十還可以約一下 互相聊一下媽媽經 對 還可以見面一下什麼的 媽媽經 反而性情會好 而且還很多課讓妳上 就是除了說妳怎麼照顧新生兒之外 還有一些 以前國外一些寶寶一些什麼案例 母嬰同房的好處 還有瑜伽也可以在那時候 還可以割雙眼皮抽紙 等到妳月子中心出來已經好了 可以啦 現在很多 裡面也可以洗頭幫妳開 對… 而且有洗頭的 我們沒有洗頭的 還要偷偷的洗頭 對 聽完我也想去做個月子 我們出來都容光換吧 真的 皮膚都超好 對 而且我們每一個人的房間都縮很快 我跟你講 其實妳在月子裡 妳一定要聽我說 妳別以為說妳去做SPA 去做什麼 其實妳坐月子的時候 妳的皮膚都是這樣 是張開的 古人縮的就是說 所以更不能用家裡的水洗澡 當然可以用 月子中心的都是全部開的 對 都是我聽到了 他們這些年輕的 一定要去月子中心 又要按SPA又做頭皮 老娘都沒有 她坐月子 我也跟著去住隔壁房 我也來按摩 對啊 這樣她也是 我也是 但妳也得是個產婦啊 我覺得啦 妳是產婦不能進去 不行吧 不行 為什麼 起起坐月子她房間 只能有一個親人進去 我跟燈會去 我只能在大廳 對 一等型 二等型 就每一家的規定不一樣 對 規定不一樣 大部分都這樣 而且要穿全身的防腹衣 然後去看我孫子 把我們搞得跟犯人一樣 對啊 然後魚也不吃 肉也不吃 豬腳也不吃 我沒有用 起媽 起媽她小孩很大了 很高 已經快比我高了 我說那時候做月子的時候 妳們都會挑準 不會 不會 因為可能是妳組的所以才挑 對 不起媽的小異可能有 我們來看一下 資深媽媽這邊的第二點 婆婆幫妳做月子嘛 因為月子中心知識化服務 比不上家人的人自己多照顧 真的… 因為就像我覺得他們的餐 其實就大同小異 有的就不愛吃 有的人比較燥熱的 有的人比較虛寒的 每個人是不一樣的體質 像妳就比較腰會痠的 可能在家裡 我們就可以找專業的中醫 然後配杜種水什麼 對… 就可以做微調跟調配 像我那時候在家裡做 我婆婆每天就煮一隻雞 我真的吃三十隻雞 雞… 各位…四位資深媽咪我講一句話 怎樣 她們坐月子中心 她們那邊的人馬 她是 現在都有那個啊 營養師 營養師 小孩吃太胖也不是一個辦法 對啊 對啊 但她也不會胖到產 對 不是說小孩要讓她吃胖 像我們現在 你Google 你就可以知道月子餐是什麼了 你可以調配啊 然後那種自私化 其實她們有的 很多都是那種餐廚 她們那個廚房自私化的廚房 一家一家的份 我找到這個當中的一個問題 BUG…在哪裡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媳婦們他們的心裡面就說 我跟你講 吃大概也不會差太多 只是希望你們不要 她們來打擾我 她們來打擾我 是重點 姐妹她也可以來這邊 給妳陪妳聊天 對 而且吃多吃少也不會被念說 妳怎麼不多吃一點 妳這樣怎麼會有奶啊 我一天午餐我挑什麼吃 我愛吃的可以吃還有甜點 那妳來… 奶擠不出來妳還要怪我們 因為妳這不吃 那不吃啊 對不對 她們講說那個有傷口 或是要補身體 要喝鱸魚湯 這個子玄差點出大事 對 這個是我媽媽她不知道說 也不是不知道 因為我是剖腹產 然後她都是自然產 所以她不知道原來 剖腹產前面是不能吃麻油 油油漿 熱的不能 我媽媽就偷偷加了幾片薑在裡面 結果當天就大血崩了 所以還是有在專業的月子中心 他們幫妳調配會比較好 就是前幾天要吃什麼 後期要吃什麼 妳媽媽可能薑加到久 對啊 是嗎 裡面的薑 薑 薑 對 因為這要看體質 有些人就是補 薑… 對 薑… 薑… 不然妳語帶威脅 吳宗憲為吳三如準備後入 婆婆坐月子升前 又神力不需要多花圓望前 月子中心婆婆為什麼會不開心 來 也是又吃雞嗎 跟我煮的有什麼不一樣 不是就這些東西一樣 花二三十萬嗎 月子餐我還可以跟她說 我想要飯量加大或菜加多 或者是不要那麼多 妳在家媽媽也可以幫妳做 妳躲得了一絲 躲不了一絲 對 她會上見面 我知道吧 不然妳起雞皮疙瘩 真的耶 寶貝妳要生小孩 一定去月子中心婆婆 媽媽幫妳出錢 謝謝 OK 那她有什麼關係 月子中心的好處就在於 她想跟誰見面 她好朋友 她來 她心情上可能會比較OK 基本上在月子中心就是以媽媽為主 在家就是以這個家 小朋友的人為主 對 沒錯 其實她們沒有錯 是因為我們當婆婆想要看孫子 怕看不到 對啊 其實原因是這樣 沒有 那小孩子從月子中心回來 很難照顧耶 真的嗎 真的 超好… 超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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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睡過夜 沒事…小事 好 喜媽掌者好了 那個Vicky因為前面三個都自己坐月子 對 第四個孩子才是 坐月子中心 有差別嗎 比較好帶 而且一帶回家 我跟你講 真的 她輕鬆我也輕鬆 因為我整個那一個月 我心情超輕鬆的 我反而沒有到我前面擠她 有那種場後憂鬱的感覺 真的啊 因為太緊張了對不對 對 而且我真的通爐成功了 我就是有餵到母奶 我有個朋友她就是生Baby 然後夫妻兩個就想說一起照顧 那就在家裡面對不對 那先生也非常的疼她 可是新手爸媽就是不會 Baby一直哭…就是不會餵母 問誰呢 搞到夫妻兩個抱在一起哭 因為真的不會 對啊 所以這就比較痛苦一點 來…為什麼不讓你們帶 來…原因就是這樣 長輩育兒觀念頭老舊 後來… 這個是 來…直軒… 尿布的部分 這個是我媽 我媽比較誇張 她會覺得說小朋友 奶沒有喝完但是不能浪費 就要硬塞… 然後不然就是尿布她覺得 因為現在尿布不就是柿脂嗎 如果她上了廁所就會變黃色 變成藍色 但是以前人不懂 我媽都要用秤的 她要用手秤一定要到幾公斤 她才覺得可以換 薄了 一摸有重量 一摸她覺得這樣子然後才可以換 可是小朋友都會長廢子粉 我媽說沒關係 就用廢子粉 她說 我就說不能現在都用屁屁膏 我媽說 妳要用我們的觀念 小孩才會大 最近有一家廢子粉 對 賠了好像好幾百億 100多億 對 100多億的 她胎便 妳一定要馬上清 但是妳在月子中心 她不可能馬上幫妳清 她一定是忙完之後 所以才有其媽所說的狀況 對 對 馬上洗 小孩都沒有不好帶的 沒有 坐月子中心 現在也很重視這個 她也會馬上幫妳洗 或者是說 我在顧小孩的時候她大便 然後我處理完之後 我就會再打電話跟他們講 他們就會推過去洗屁股 但是妳沒看到的時候呢 其實現在很多月子中心 她都直接有一個 有眼鏡頭 我的月子是做氣 我叫妳的小孩 可是他們也有辦法說 單一像我們那麼的專心 所以妳要相信伯伯 我們畢竟還 我們對她是有愛的 對 我們有感情的 我們是有感情的 那倒是真的 其實… 對 我一樣 我覺得 對不對 這個 她的愛是什麼 是服務嘛 對啊 服務啊 他們去了 然後感覺不錯 她就介紹別人 就會再介紹別人 如果去不好 我們當然就網路上寫一寫 她怎麼經營下去 孩子戴頭巾也會 不是 包包巾 還有穿多穿少這件事情 對 網路上有一句話叫 有一種冷叫媽媽會冷 對 媽媽覺得冷 對 媽媽覺得冷 因為我們家 我覺得嬰兒是那種 我覺得她體質會比較燥熱一點 所以我覺得根本不需要 穿到這麼的多 但是如果是長輩在的話 就會包起來 包得很緊這樣子 那怎麼會瘦 對 然後又沒有 另外一點他們會覺得說 小孩這樣比較不會瘦到 比較不容易嚇到 這倒有這個瘦 比較有安全感 對啦… 但是妳會覺得說 也穿太多了吧 真的有好多好小的事情 一個一個 要如果一直跟婆婆溝通 真的也會很不好意思 妳一個去糾正她 然後第二個就糾正她 像今天就是溝通不良啦 聽不出來 可是在我的想法我覺得 就是每一個都去講 我們也會覺得說 好像婆婆會不會心停 心裡覺得不舒服 你們怎麼長大的啊 你們在家會怎麼生孩子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婆婆說什麼 我們就照著做 可是到你們這一代奇怪 就婆婆說我們就 我們也會照著做 但是心裡面就會覺得有一點 反抗 對… 但是實際上是因為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現在很多網路上 你都可以看得到說 哪一些法法是比較好的 哪一些法法是比較不好的 對啦 以前只能聽婆婆的 沒有別的門路嘛 現在我們這一代 其實已經可以接受很多新觀念 對啊 我們也有醫生可以問 對啊 如果我… 我婆婆是姿佑姐 我當然就給她做了 對 像我婆婆就是 尿布著我拿屁屁膏 就是要給婆婆擦 婆婆說不用… 去廚房去幫我拿地瓜粉 地瓜粉 是 就是炸粉的那種番薯粉 然後就在她屁股上面 灑… 這樣會有勾芡感覺耶 對…對不對 因為你一濕 對 因為以前那些粉其實是最純粹 沒有 可是現在的不好 現在的不好 真的 現在三郎都不吃地瓜粉 你知道地瓜粉有多毒 所以可以溝通嘛 就跟她講現在的都不純 我買的可能是便宜貨 但是狀況就來了 對啦 媳婦要跟婆婆溝通 哪能叫溝通 那是下次對上次啦 對啊 講話都要小心 我好像沒有照著妳的 推翻了妳的 有些婆婆 搞不好從進心裡去了 那種下的心結 嚴重 而且就已經在坐月子 還要再花時間溝通 而且我這樣幫妳 妳還要覺得韓蔻嗎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那時候我記得我坐月子的時候 兩個阿姨來幫我 就我媽好朋友 我一個阿姨是負責組很豐富的 她年紀比較大 她就 我另外一個阿姨是幫我帶貝克語 然後她餵奶的時候就這樣 翹著就這樣 抖著 對… 另外那個阿姨說 抖什麼抖啊 妳抖這樣子小孩子會吐呢 她說不是 就是要這樣抖啊 她說妳過來我抱妳 然後我抖 然後妳來喝她 她還示範妳 對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就很為難 因為為了我兒子兩個人鬧得 貝克語搞不好長大就會騎馬啦 就 對… 後來我們就發覺 對 是不應該抖 可是老一輩子都會抖 還有一個問題就來了 是 媽媽也會想要幫女兒坐月子 對啊 但是家裡有婆婆 婆婆 但是… 但是妳敢說 我媽媽要來幫我坐月子 那個婆婆 現在是怎麼樣 而且都婆婆 人家嘛 不行嗎 不會…我那時候就是 我媽媽會白天會來幫我 照顧我們家小孩 我婆婆她就是專門 她就是去煮我吃的 我做的吃的都是我婆婆弄的 我是跟婆婆住嘛 妳是唸教材第一名 然後我媽媽要煮東西來給我吃 那我婆婆就想說 我是都沒在煮 都沒在煮 都沒在煮 妳家裡人家拿東西來 怎麼樣… 還要經過她 對 大包小包 來給自己的女兒 坐月子要給她吃的時候 婆婆看在眼裡 每一包都是毒藥 這樣 而且她就覺得 那妳是說我們家買不起嗎 對… 這種每天就來了 真的 媽媽變成兩份都要吃果果 真的 我婆婆算好溝通的 而且我婆婆其實算是開明的 因為我婆婆以前住在國外 所以我婆婆算開明 可是我真的有朋友 她的婆婆就真的 沒這麼好相處了 我朋友的婆婆真的只要 我朋友她自己的媽媽來 她晚上啊 她老公就一定被叫到她 就是婆婆房間去講話 就是譬如說 為什麼她今天又來了 是不是哪裡做不好什麼… 都會每天晚上都要檢討 我是覺得尷尬的是 有時候可能媽媽想要 在家裡待久 時間久一點 然後婆婆會覺得 那我要去哪裡 她就關在房間裡 尷尬 我覺得最苦的就是 真的就是像我出血很多惡露 那種半夜自己沒有辦法 叫婆婆換床單 然後自己 第二天一定會沒辦法洗 妳也不敢叫她洗 然後妳就拖著很重的床單 拖到浴室以後 先把局部洗乾淨 再拿去後仰海 對 然後要洗澡的時候 就是要水都要燒開 叫婆婆從一樓 我幫妳扛到三樓的廁所 妳好意思嗎 然後婆婆又說不能洗頭 一定要頭要包起來 然後我朋友來家裡看我 這麼遠的距離跟我說 我真的覺得很丟臉 對 反觀月子中心就很… 很舒適 妳花個400塊 對 一進去就有暖氣 妳也不用怕吹到風 一進去就香噴噴的出來 就是多200塊洗頭 可是妳可以換一個心情很好 後期好啦… 對啊 真的 但是我們這個資深媽媽這組 還是有一個想法 為什麼到底要讓婆婆幫妳坐月子呢 第二關妳們也弱掉了 糟糕了 婆婆坐月子省錢又省力 不需要多花冤枉錢 真的 真的 訪客成住月子時的惡夢 五中線提出合理懷疑 住月子期間訪客多 喘復在家不得安寧 在坐月子的時候 其實都是從頭過面 長輩的朋友來的話 不出去招呼又不好意思 妳又還沒有刷牙系列 妳又要準備婚禮 她們承認是就是不喜歡婆婆 所以婆婆的朋友還沒什麼 沒有 像我朋友的婆婆 就說妳坐月子的時候 妳都不要鎖門 這樣子我才能隨時去幫妳 就有一次她在擠奶的時候 她婆婆帶著客人 就闖進她的房間了 好可怕 這個婆婆搞不好也收門票 是嗎 當然是女生沒關係 婆婆坐月子省錢 又省力不需要多花冤枉錢 真的嗎 妳這樣算下來都二三十萬以上 二三十萬 所以妳生一個小孩 小孩還沒長大 妳知道她回到家裡 才開始要花錢耶 才開始要吃奶粉 尿布 副食品 上學 那才是所有的金錢 開始支出的 妳還沒開始花這些錢之後 妳就先花個三四十萬在你身上 我覺得花錢 如果可以照顧好自己 總比淚婆婆好 孝順媳婦 對 妳以後變成 那要不要聽聽不孝媳婦 對… 我們有一個觀念 妳第一 她一定要婆家幫妳們處理 現在妳們要住月子中心又太貴 負擔不起 其實是預算 男人現在賺錢是很辛苦 也許我們也可以賺錢 是女人該保養自己一次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個錢 擺在月子中心妳不如回家 真的請一個可以幫妳帶孩子 跟煮飯的 老公不必拿著公司包來看月子中心 到了晚上九點再自己回家 或者是睡在月子中心沙發上面陪著 不舒服 而且… 而且妳知道嗎 月子中心妳錢花下去了 其實人都是這樣 妳錢付出去妳就想要有CP值 婆婆為什麼會不開心 來也是吃雞肉 跟我煮的有什麼不一樣 還不是吃腰花 還是給妳清菜 不是就這些東西 要花二三十萬嗎 她就會開始比 我去月子中心 我老公是這樣子 來度假囉 對啊 然後月子餐來度假的觀念 對 真的 而且我們月子餐 我還可以跟她說我想要大份的 就是妳每一餐 譬如說飯量加大或菜加多 或者是湯片多 對 不要那麼多 因為那個錢都妳出的 妳在家媽媽也可以幫妳做 我們互相溝通 因為妳躲得了一時 躲不了一時 對 妳才是要見面 你知道嗎 月子回家婆婆婆也來了 對 你看 自己做真的不要到三十萬 我剛突然間起雞皮疙瘩 真的耶 好恐怖的好犀利喔 其實媳婦 寶貝… 以後妳要生小孩 我跟妳講 爸爸幫妳出錢 謝謝 可以了 那有什麼關係 我跟你講 媳婦要的不多 她要的就是月子中心沒有婆婆 就這麼簡單 對 真的 這個很傷人耶 沒有啦 對啊 就兩個女人還就各自好好生活嘛 她還要照顧小孩 也不麻煩妳 不是 主要是真的 不想讓婆婆辛苦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 我家的婆婆 也不是說年輕的婆婆 是有一點年紀了 我覺得她每次還要到我家裡面來 而且我婆婆不習慣住別人家 她會就還要再回去她自己家 然後這樣子 對 還要搬一大堆東西 妳真的想太多了 她沒有麻煩 她不是來看妳的 當然 她看生死的 沒錯… 可是因為她年紀很大了 所以妳這樣麻煩她真的很 就是自己心裡 她個人案例 她個人的案例 我跟妳講 但如果我的婆婆是像布蘭妮 是像姿佑姐這樣年輕的話 我一定都在家做月子 講年輕還滿妳家冒妹的 而且… 年輕冒妹 沒有 年輕冒妹就算了 姿佑姐的手藝更是沒話說 對 煮飯多好吃 可是妳可不可以不要再生了 我沒有要幫妳做月子 我也不是妳媳婦啊 有沒有看到 確實是這個問題就很難 是 不讓婆婆幫妳做月子 來 理由是什麼呢 坐月子期間訪客多 臣妇在家不得安寧啊 來 哪有妳做月子中心也是不得安寧的 對啊 像琪琪這次坐月子 很多朋友去 她又要從下面下來客廳陪妳 是不是 但是那是琪琪的朋友 有 對啊 有差別 可是其實… 其實如果她變 琪琪的朋友她可以選擇 要不要叫她來 而且她不用打扮 也不用客氣 也不用社交 我們的朋友可以直接拒絕了 像我之前前一段時間 我在通奶很不舒服的時候 我說你們都不要來做一支 因為我現在不舒服 對 都不要來 可是有時候真的如果在家裡的話 像我自己 像我第一胎我只做20天 我想說最後10天 不然我就在家裡好了 結果我後來發現 真的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真的 你真的在做月子的時候 其實都是蓬頭垢面 有時候就是突然客人叮咚一來 你這 對 你真的也不好出去 對啊 不是你的朋友 是長輩的朋友來的話 你不出去招呼又不好意思 可是你又還沒有刷牙洗臉 然後又…等一下又要準備 很困擾 對 她們前一世就是不喜歡婆婆 所以婆婆的朋友她們 不喜歡婆婆 不要這樣 沒有耶 沒有這樣婆婆 不要亂講 我們超愛我們的婆婆 對啊 有一些婆婆很恐怖耶 像我朋友的婆婆是 她平常就 是朋友的 這是朋友的 這是朋友的 她的婆婆是不准她 不太喜歡她鎖門 然後她就說 如果你坐月子的時候 你都不要鎖門 這樣子我才能隨時去幫你 就是照顧小孩什麼的 可是她婆婆又很好客 就有一次她在擠奶的時候 就是沒有穿上半身 她就…她婆婆就直接帶著客人 就闖進她的房間 對 直接她的 沒有敲門喔 沒有 這真的很恐怖耶 直接做觀摩 直接就給大家看 這個婆婆搞不好也收門票 是啥 大家都是女生沒關係 現在的人是這樣 以前跟公公小叔叔 他擠奶是起起爆了就這樣餵了 也沒有去房間 以前都會公開這樣餵奶 真的 因為我的小孩比較多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在生老四的時候 其實前輩都很大了 他們可能都要上課 我覺得在坐月子中心 我除了親近之外 還有可以隔離他們 從學校回來帶的病菌 病菌 細菌很重要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病菌 是你不知道的 甚至學校有很多常病毒什麼的 對啊 流行的很可怕耶 對 小孩可能有時候忘記 就很興奮 妹妹就要去摸你來不及 跟她講的時候 盡量不要少接觸是最好 我覺得再坐月子中心 我就免去這種煩惱 妳的看法 我的看法 我當然還是覺得在月子中心好 就是整個舒適度 然後就是他們的專業 我都還是覺得一定那裡好 而且訪客來的時候 他譬如說一次只能規定 一個或兩個 如果你後面有人在等的話 你就是好了 訪客來要排行程 沒有人會突然來的 我剛剛這樣聽下來 我覺得以後尊重媳婦 媳婦如果要到月子中心對不對 你們去 然後就跟兒子講 老娘出去玩 他要享受 我也享受 那我不用擔心你們 原來不是有一個不平衡的事 沒有喔 崔姐妳這段事先度下來 給你們家貝克語看了 然後就跟兒子講 老娘出去玩 他要享受 我也享受 那我不用擔心你們 就這樣 好 那是很不平衡的事 沒有喔 崔姐妳這段事先度下來 給你們家貝克語看了 不是 我都要在線上 因為為什麼 媳婦都要頂級享受要什麼 我們就要省吃鹼用 我們生的時候都沒有這樣 瑋瑜姐妳省吃鹼用 用在妳身上好奇怪喔 妳是要更好的照顧 對 生小孩那麼辛苦 不要說我們當婆婆關心 她會覺得婆婆好可怕 婆婆怎麼樣 我現在知道了 因為生小孩 不是她生出來的嗎 她就不辛苦咩 不是一樣嗎 所以我覺得 他們覺得說 他們跟婆婆會有代溝 婆婆的做很多方式 是她不習慣的 她不好意思講 是因為她看不順眼她老公 因為她不覺得 她婆婆有把老公養好 所以我們不能照婆婆的樣子做 所以我們要做我們的樣子 對… 好可怕的婆婆小孩 今天要謝謝四位 四位小媳婦 還有四位惡婆婆 好可怕 不是這樣啦 不是這樣啦 但是婆婆有一個很好的 一個心情就是 這是我兒子的小孩 對… 這是我的孫子 那真的是疼愛的 對 妳生就等著… 懷胎十月 等到妳生那一天 我也看不到 對 直接抱到坐月子中心 我要看 我要穿得跟囚犯一樣 站在玻璃前面看 對… 妳叫公公婆婆 這個情何以堪 對 是這個角度比較難受 對嘛 你有一天 我們小美女生了 你在門口死的五天 你都撥不到小孩 你會不會生氣 她一定是會在家裡坐月子 對 妳在那時候要哭錢嗎 各位… 為什麼 因為她生第二小孩的時候 我會為她開一家坐月子中心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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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來我們這邊 好可愛喔 那時候妳如果還生得出來 免費 來… 來… 請… 我要去拚了 上面一層是婆婆中心 對 下午茶… 對 下午茶 坐月子中心 在那邊坐婆婆中心 對 太可怕 所以你看這個有時候隔代之間 是 有不同的看法 Generation gate Generation no gap Generation Gate Gate是那個大門 Generation no gap Gap… 對 就是有這個兩代之間的代溝 是啊 可能要多一點愛來溝通 互相包容 互相溝通 希望今天 今天好像沒有什麼結果啦 但是天下的媽媽們你們都辛苦了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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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